去年白山军25万人上街头替红仲秋发声 如今一审判决让许多民众无法接受 民众对这个案件认同度超低 对司法的信赖度更是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包括人气作家九把刀腾景树文及歌手Hebe 他们都在脸书上替红仲秋来抱不平 还有许多网友纷纷怒须审判法官 要再次号召白山军运动再起 再次上街头 立即修法 去年白日相遇25万名白山军上凯道 替死去的红仲秋讨公道 如今一审判决出炉社会震惊 有媒体民调发现不认同判决高达八成五 判决一出对司法信赖重重一极 不少网友在网路怒须审判法官 还号召要白山军再起 参与过白山军运动的作家九把刀看不下去 行度是最高可以到五年 最低是六个月 然后你挑个最低的来判 然后当然就让他觉得说非常的离谱 这个法官的判决距离改革 军中的这个目标 有非常大的一个距离 不只九把刀 人气作家藤锦树同样在脸书痛骂 说生的养的都不算 光怀胎就要九个多月 一群人连锁把人弄死只花了几天 另一群人坐在法庭里宣判最多关八个月 还能止罚钱 这种诅咒实在很残暴而且恐怖 无独妖偶歌手Hebe 脸书上也痛批着离谱判决 上千名粉丝赞虾 Hebe说孕育一个生命需要十个月 韩兴如苦养育要二十几年 但虐杀一个生命竟然只侵判六个月 身为有邪有漏的老百姓 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不能接受 不止名人 网络上满满都是痛骂司法不公的留言 有人说下雪了要赶紧重审 还有人酸整个案子被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 还有人举过去虐杀猫狗的案子 比喻人命不值钱 红冲丘事案等人 大多被判六到八个月徒刑 网友举例台大博士生李念龙虐猫案 被重判一年六个月 人命难道不比猫狗重要吗 跟律师团在这边讨论说 这个案件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样诉求 可以比较容易达到 虹案一审宣判 引发民意再度沸腾 白山却不排除再度号召群众走上街头 群情积愤场面可能重演 记得陈嘉敏 与龙虐猪观展台北报道